喔! 你也像我這樣嗎? 踩到床下會有電到的感覺嗎? 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街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瑞 今天我們就來跟Drip討教一下 有史以來最多跑者受的傷 應該就是足底筋膜炎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會有足底筋膜炎 還有你真的遇到足底筋膜炎 到底該怎麼樣解決 我們來聽一下Drip的分享吧 足底筋膜炎會發生的原因 現在目前是有太多種 所以很難確定 甚至有一些新的原因還在確認中 不過如果以跑者來講的話 通常就是因為我們是用腳的跑步 站在地上 那你每步踩下去都有一個衝擊 衝擊直接進來的地方 接觸就在你的腳底 那腳底除了有皮膚 裡面走的時候有肌肉 在皮膚跟肌肉之間呢有很多的筋膜 那他們手當體重接受這些衝擊 你的體重壓壓上面 所以這邊的組織很難有一個好的循環 所以血液循環是比較差的 那這些衝擊之後呢 他們是一些受傷的組織需要修復 但是循環不好的狀況下 他們還難有一個完整的修復的狀態 所以就產生一些疼痛感 那因為我們的站姿呢 我們從下來就接這個腳踩 我們是一個足根的根骨 所以大部分的筋膜都會耗拔在腳踩正下方 腳跟跟骨的前面 因為體重要落在這邊 事實上我們如果放鬆 以我們對筋膜緊繃 要放鬆這個概念來講的話 如果你單純只放鬆 足底筋膜這個部分 其實還不太夠 因為足底筋膜從腳趾這邊 往後延伸到跟骨之後 跟骨的後面呢 是連接阿基里次腱 也就是我們的跟腱 跟腱後面接的是我們小腿的肌肉 所以如果小腿肌肉 阿基里次腱是緊繃化 跟骨被拉得緊緊的 跟骨被拉緊之後呢 足底筋膜在前面 並沒有多餘的空間可以去生存 所以這邊頸會讓它更難的去修復 也就是說 除了放鬆我們足底筋膜以外 小腿的緊繃度 如果可以適當的解放的話 足底筋膜壓力會更小 會更適合它快速的回復 所以我們要多放鬆一點點的小腿 阿基里次腱 有足夠的彈氣 最後面足底筋膜再來處 這樣效率會更好 不過足底足底筋膜的話 可能要多更長的時間 才能回復 那除了小腿放鬆 那該怎麼樣重新建立我的腳底 或者是要怎麼樣去練我的腳 讓它會比較好 OK 足底筋膜在這邊 阿後面它的旁邊 保護很多 跟腳趾動作相關的肌肉 所以阿如果可以讓腳趾的肌肉阿 有足夠的活化的話 可以幫助足底筋膜 在承受這些壓力的時候阿 用肌肉去讓他們有一點點錯動 把身上循環更好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的是 腳趾重複抓地的動作 或者是我們按摩的時候阿 可以讓你的腳趾阿 是有一些活動的 而不是單純只有用滾筒 或是用按摩的工具 放鬆足底筋膜這邊 讓腳趾有足夠的動作 不只是彎曲伸持 甚至是橫向的動作 去打開 然後有 扳的動作 多方向的動作 去爽動它 這樣效果會幹嘛 放鬆肌肉的同時阿 筋膜就會被放下 那以上今天就是簡單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真的遇到足底筋膜的人 你該怎麼放鬆 記得先放鬆腳腿 再來重新訓練你的腳底 要重新認識 該怎麼用力 該怎麼放鬆這件事情 好啦 那我們今天片段會結束阿 如果你對於足底筋膜 有更多想發問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如果想跟我提供的筋膜師注意 有聯絡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資訊欄 看到他的聯絡資訊喔 我們今天片段會結束阿 如果喜歡的留言 記得按個小鈴鐵分享 這邊會有一個可以訂閱我喔 好 那我們最後下一集見阿 掰掰